多颗飞弹在夜空中 并且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乌克兰在24号清晨 正式遭到俄罗斯攻击 还有当地民众拍下 俄罗斯的火箭弹 正在空中飞越 俄军在夜幕垂下发动进攻 各地不断有爆炸传出 还有民众拍下俄罗斯的轰炸机飞越上空 根据消息 目前乌克兰全国各地超过10个城市被空袭 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也被轰炸 就连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也有俄军登陆 白天已经不断响起空袭警报 俄军的进攻可以说是三方夹击 甚至连北方的白俄罗斯也加入俄军部队 依次想超进路 剑指首都基辅 虽然有部分台湾人离境 但仍有不少国人还留在乌克兰 我目前在乌克兰最西南方 距离波兰的边境 大约三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这里不是利沃夫 这里是乡下 那在这个地方的防空警报都已经有在响 代表我们必须要去防空洞避难 那附近的军机也都在起飞 那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很乡下的地方 所以代表全乌克兰是 目前是发动全面线战争 因应全国遭到攻击 乌克兰也宣布全面戒严 并禁止民航机进入 从航机图也能发现 乌国空域已经禁空 台湾外交部也宣布 紧急启动撤侨应变计划 并指定波兰代表处 监理乌克兰领事 方便国人避开危险来办签证 台湾YouTuber查尔斯跟乌克兰籍妻子 战时还只能待在乌国西南部 直至这回恶乌冲突中 也想告诉国人 必须引以为戒 乌克兰遭到全面入侵 身处地缘政治高风险的台湾 也密切关注严防自己的国家 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欢迎新闻客观者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器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驱使